好,我們之前講到了 我們把洪光的本文基本概念講完之後 接著來講一下最後幾步 維宇的發展趨勢 維宇發展趨勢呢 大家看到這本課本提了幾種 第一個叫做夏威夷光照 第二個叫做OPC 第三個叫宇宙光照 第四個叫做靜寸思維 第五個叫做雙重圖案化技術 所以這些技術基本上 大部分業界都有在使用 我們把它列出來 卡在影片裡面的影片 先把它寫出來 所以第一個叫做什麼呢 相位風照 第五個叫做什麼呢 光學靈機修正 簡稱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第三個叫做靈種 旅室空照 第四個叫做靈棟室圍舞 是immersion 浸泡式的 浸泡式的 勾網 的immersion 第三個叫做 第四個叫做靈棟室圍舞 第五個是 雙重 genommen化 这五个目前发展趋势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堆来看 后面上第一次发作我们的讲一遍 首先 第一个 第一个 相位于光照是什么呢 相位于光照是让过去的光 你看如果说今天 这十一版上 黑黑的就是各种各 它是来感觉光的 那光过去之后 基本上光 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从水银灯弄出来 单一波长的光 单一波长 甚至它们可能是同条光 然后呢在过去的时候呢 同条光之间很容易产生所谓的 建设性干涉或破坏性干涉 这是同条光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叫一下下面各位 我们都知道双峡或是两个光源会产生干涉 那为什么像暮光灯 怎么点上它们要干涉条路 因为它们两个光源不是同条光 它们会有各种波长 就算是同样的波长 它们下面也不一样 所以你要达到完全的建设性干涉 或是完全的破坏性干涉 那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两个干涉的波 它们的波长一样 第二个 它们下面要不就是完全一样 要不然它们才有巴塑 才会产生完全的建设性干涉 和破坏性干涉 而 黄光在曝光水中的光 基本上都尽量 光的波长越纯越好 所以它可以满足同样波长的光 所以它 而且它们都是同步辐射出来的 同步辐射出来的 所以它们有点类似雷射性质 就是什么呢 它们很容易变成一条光 使得它们经过遐控之后 很容易产生 所谓的建设性干涉或波长的干涉 为了让这个的干涉性减少呢 所以我们最好让它产生效率差 比如说 这样子 一个光到两个峡后 光打下来的时候呢 刚好 光都是成这样的波形 结果在中间open lamp的地方呢 产生了建设性干涉 这个建设性干涉就变成什么呢 如果今天只有这个洞 只有这样子没问题 只有这个洞 我寻常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可是刚好开两个洞 这两个又很明镜 而这个又很窄 很窄的情况下呢 变成 这里就是它要打住光 可是不知道光会散射 光在散射的时候 总是会有散射的宽度 而中间这个地方呢 光的强度很弱 如果只有单一个的话 这个光的强度 不只会让这边的光阻 破光 可是今天地雅里面都开洞之后呢 中间的地方只能建设性干涉 只能它的政府呢 变成两倍 而这个政府呢 如果只要达到 灵界水水以上 这边的光阻也会消失 也会被捧捧 这都当图案很小很小 又很紧密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就变成怎样呢 我们希望每一个光可以过去的路径 它最好在隔壁这个光的路径呢 它们相会最好不一样 最好怎样呢 最好可以插个180度 像右边这边 我故意在光照上 两个要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个地方呢 再涂上一层涂层 那这层涂层的目的就是造成什么呢 让它发生相位移 就是光过去的时候呢 Face会改变 最好改变成什么呢 最好改变成180度的Face 原本是正的政府 透过这个相位移动完 就是全部复的政府 使得在Overlay的这一块呢 产生了完全破坏性干涉 所以反而可以让中间这个地方呢 没有光的强度 那这样的话 这两边曝光后 中间这里光的强度很弱 中间的图案就可以留下 就被留下 这就是相位移公告 为什么会罵相位移公告 因为图案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而图案的两侧光过去的时候 很容易在中间这个地方 产生建设性蓝色 原本应该挡住房的地方 反而挡得住了 可是如果你用相位移公告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中间这个地方 掌法是相位189片 中间欧辉的地方 反而会产生破坏性蓝色 反而就不会破坏 所以使用相位移公告 可以在同样的间距之下 达到更高的解析度 可以达到更高的解析度 或者换个角度讲 同样的光源 到尺寸越住越小 如果不使用相位移公告的话 在某个尺寸以下 可态就会消失不见 就会消失不见 所以用相位移公告呢 可以增强 增强它的解析度 这就很好 而相位移公告的做法 就是这样呢 加入你 光照本身是一个 十一玻璃 然后上面有度金属个 然后呢 再把金属个实刻出 你要的光照的图案 然后呢 在上面呢 某些区域在 在透光跟透光之间 某一个邻居一定要在图上 以下位移公层 使得它跟旁边的空气 它跟旁边的空气呢 相位不一样 来确保 来确保 两个光源中间的图案 两个光源中间的图案 不会产生建设性干涉 好 不会这样 而 而且说 这就是怕说 当你这尺寸太窍了之后 一定要建设性干涉 要把它都消失 要么就是这样的 跨度比起来 还要更短 因为两色的地方 反而会被窿到 所以 这就是相位移光照 当原件座的尺寸很小 力度很高的时候 就会使用 这种 那相位移光照 除了使用图层 来改变相位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变相位呢 好 还有什么办法 改变相位 那其实就是很简单 在你的食衣锅里的厚度做调变 因为光在行进不同材料的时候 光在行进不同材料的时候 速度会改变嘛 速度会不一样 所以变成怎样呢 比如说这个孔系 这个11基板很厚 这个孔系呢 你会把11基板石刻下来 或者说你在石根金属突然之后 这个关就多10颗面 那使得光在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呢 经过了11板的厚度不同 那就造成下距离不差 所以相位移光照可以借由涂料 涂层 也可以借由什么呢 7板的厚度来改变 那一看就知道 如果你是老板 你是制造商 你会选用哪一种 你会选用这种方式还是选用图层 你会选用这种方式 你会选用图层的长度 你会选用图层的举层 那使用這種比較好的你覺得願意課嗎? 成本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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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萬一你課的深度課的不好 原本180度再課又變成360度 那怎麼辦? 懂意思嗎? 如果你是一定用距離來改變的話 讓這個的後部你就要拿捏得精準一點 有時候製程就是這樣 10顆會有10顆的解析度 成績有成績撥破的控制能力 那就看你哪個技術就好 如果你是擅長會10顆 10顆這樣比較好的 那就選擇10顆 如果你是成績撥破 你是比較有化多的就成績 而目前大部分的機台 基本上成績要距離比較容易 10顆要均勻會比較好多 也就是說 10顆所花所需要化的機台的成本 可能比較大 比較精密一點 反而是骨木的成績 要達到均勻是比較容易的 比較容易 就好像各位的眼鏡有沒有 現在都骨頭看來燙藍光有沒有 或者是說會發核光 那其實都在晶片最後再去多做一個 薄薄的塗層 現在到處很多地方都有用到這種塗層的技術 甚至連買機車有沒有 都說它的外的什麼奈米塗屋 奈米塗層有沒有 不曉得大家知道去買摩托車的時候 他會說 他就是最表面有做奈米金塗的塗層 烤漆還是做它的作用 現在告訴你說 如果是塗層的話 是比較容易做的 那除了香味光照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衰減香味光照 衰減香味光照 它是什麼呢 它指的是 我直接帶你的金屬做處理 比如說 M1S3這個材料 光透過去的時候 M1S3這個粉末可以拉 193的光發出的粉白 80度的香味 而且它還有什麼作用 它可以讓透光率下降 降低光強度 好 它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它指的是 來我們剛剛講過 使用香味光照是會怕會動 藉著自己男者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 香味光照 就是怕這邊這個地方 光的強度 變得太強 所以用 什麼呢 用180度的香味光照 是會讓這邊的光強度 終極目標是讓光強度變弱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光強度變弱呢 除了香味油之外 那感覺就是 一開始讓光的強度下降 光的強度如果一開始就是比較硬的話 那就跟金色性干測起來的強度也 還會比較弱一點 這是另外一個思考的邏輯 當然 這樣的做 跟原本的 跟什麼呢 跟原本的概念有點點觸 我們之所以需要光強度強 是因為可以降低光時間 可是你的光強度弱 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也代表說 如果今天我的攝影機 光的強度已經經過幾條好痛 就是已經調到最佳之後 你就不會使用這種衰減消費公告 因為衰減消費公告擔用的是兩個原理 第一個原理是什麼呢 經過MOSI的地方 它下降會在4%卡拉圖的效果 代表什麼呢 MOSI可以當作我們前面講的 下降會與光道的平成材料 而它的第二個作用是什麼呢 它可以降低光強度 因為它的透光面比較低 可是這一點有點跟我們之前 前面所講的光強度夠強 還說過自身之間 有稍微有出道 有稍微有出道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著什麼呢 MOSI的功能 第一個 發生180度的下降 第二個 降低光強度 因為它的透光率比較低 可是透光率降低 是時候比較不見的 如果透光率要降低 那我固定還在公園 等那個power給它下降電 我還省電 對不對 我為什麼產生這麼大的能量 還要固定再把它 強度降低 對不對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本末的 老師 但是 欸這就是這樣嗎 想找一個歪的 有人說 欸 算了 不要這樣 這下話還是不要亂講 好 這個 之所以會用MOSI 就是怎樣呢 你的光強度太強 所以故意用這個的話 用MOSI 使得光過去之後 光的強度會比較低 而你的光組 要能夠蓋光 它必須要超過一定的光強度以上 所以沒有被MOSI擋住的地方 光的強度夠高 被MOSI擋到的地方 光的強度就會變低 所以MOSI本身也可以取代 熱金屬來擋光 也可以取代熱金屬 但是熱才是可以完全的 因為MOSI在裡面還是會透光 大家問 MOSI並不是完全的 膽光 它是會有20%的透光率 透光率 那這只是讓我們知道說 你選用不同的金屬 不同的金屬 它會產生 第一個 不同的透光率 第二個 不同的相位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放了很多MOSI 最後霧出來是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 它跟它旁邊之間 第一個有180度的相位差 第二個 它可以阻擋 它可以讓光強度下降 所以 這個 就稱之為衰減相位於光 你知道 變成什麼呢 你的圖案還不再使用金屬個 而是直接改用MOSI MOSI本身可以擋光 但是它有去 它無法擋住所有的光 它還是會過去 只是過去的光 會怎麼樣呢 產生180度的相位差 這樣了解嗎 就是MOSI它的固定是 第一個 它用來擋光 但是它缺點就無法擋住 它的輸入光 但是它有提供點是 就算我的光可以過去了 我也可以產生180度的相位差 可是 缺點就在於什麼呢 如果我的尺寸大 你就算180度的相位差 又怎樣 只要你的震度強度 夠 我還是可以擋光 所以它主要用 不然是適用在 原件尺寸相 而光的強度 還不是很強的情況下 好 了解嗎 這個要點 看 好 最重要最重要是這個 現在 基本上 在 在MICLE MIRCLE 以下的尺寸 都會使用 所謂的OBC 什麼叫OBC呢 OBC的 原因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光照上的圖案 是這個L型 這是我光照上的圖案 就是一個反過來寫著漆 我下去曝光 我在曝光的過程中 這個地方會擋住光源錯 可是光打下去的時候呢 它會散射 它在散射的時候 你會看到 在角度的地方呢 有所謂的倒打角度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點 它看過去 這個地方點 它如果要接收光源的話 它的接收角度 包含總共有要辦清楚的接收角度 平面的話 這個點 它是個平面 這個點它的光 可以跑進來接收角度 是180度 欸這個點 光打下去的時候 這個點可以接收光的角度只有 90度 它只能接收從這90度內 所有方向來的光 那這個點 有270度 欸這個 180度 欸270度 欸270度 180度這樣子 因為光 不是 你在曝光的時候 打下去 不是完全直線前進的 光是從電子波 電子波波的特性是什麼 每一個波前 都可以視為一個新的波月 再向四周波上來 所以光本身會有波動特性是什麼 它其實會不斷的散射散射這樣子 好 那就會導致成什麼呢 原本這個地方 我們是要擔住光的 可是旁邊這270度內的散射光 打進來之後 就會讓這個地方 的光強度變強 它也被陷入陷掉 所以到達角度大了 它就 雖然 金屬馬卡 它擔住直射的光 可是旁邊沒有被擔住的光 它也會向四周散射 也會從側邊打進來 側邊打進來 使得到達角度 一越大地方的圖案 它就會被 不光顧到 它的光強度累積到後槍 它就會被 產生化學環境 就會被融進掉 所以你看到達角度大了 到達角度大了 到達角度大了 270度的 都顧到光了 反之這個地方 這個只有90度 這個地方要光過去了 可是呢 這個到達的角度 噢 5到180 只有1990度 所以過來的光很少 所以這另外一個被覆光的 反而 沒有被完全覆到後槍 光的強度弱 光的強度不夠強 變成這樣做 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以要90度這樣 完全都可以覆光 那比它角度還要大的 就會更 覆光的強度就會更強 我們一般覆光都是以什麼 來當基準呢 一般覆光都是自 180度的地方 就是平的地方 欸 覆光剛好也是平的 為基準 一般的話 像各位這樣 還沒有什麼經驗的人 你們覆光都認為 只要覆光就完美 給你 給你一條線 你讓覆光就是一條線 你都是拿這個來幹基準 去調整你的積量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們 曝光強度 你是到達了180度 來當你的條件 去給它的光源 曝光 曝光不下去 曝光 人這時候到達角度 這個光的 arrive angle 光的到達角度 比較小 它就會覆光不出來 所以最後覆出來的光 會是個 方正的 L型 或是造型器嗎 不會 覆完光之後 光的突然就長得像黑色的 黑色的香蕉一樣 就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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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就要去修正你的光照 換言之 我希望我覆出來的 會是剛好 這個 方方正正的形狀 請問我的光照上的突然 那你會是這麼方方正正嗎 就絕對不會死 所以在這裡 所以可以看到 曝光太多的地方 就不需要圖案突出來 你光照上的圖案 就要突出來 使得曝光之後呢 曝光之後呢 曝光之後呢 邊邊角角突出來 這樣子 所以到達角度大的地方呢 它的光照在設計的時候呢 叫經過光學計算 光的路徑 反正是輸入給它 它就自動會幫你 圖案變化 這種曝光過渡的地方 它就故意把你的圖案加大 遮光的區域加大 使得風打進來 向裡面曝曬的時候呢 最後曝出來會變得 欸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到 你要曝出一個形狀 接近這個七字形 這個道形的圖案 你真的光照是長這個樣子 像狗肯一樣有沒有 像狗肯一樣的圖案 這些就是經過光 行進入境的計算 所造成的修正 稱之為光學靈境修正 或是光學靈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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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主要是因為 來自於光的繞車現象 光的繞車現象 光的繞車現象 所造成的 所以變成 如果各位有機會 拿到半導體先進製成的光照 上面的圖案都是這樣的 好像長相簿一樣 都是醜醜漏漏的 後來放出來 就反而變得很正 那是因為 就是經過了OPC 在先進製成 全部都一定要經過OPC 如果你的光照除外 沒有經過OPC的話 你不出來的形狀 就絕對不會是你設計的形狀 它就會重重 形狀會重重掉 而OPC基本上 就是讓電腦去討論 所以對於電路設計者而言 電路設計者是設計一個 Logspace 當然它在Layout上 在佈局圖上的話 還是方方正正的不管 但是給了 但是在給什麼呢 給台積電連接這些機緣代工廠 機緣代工廠是什麼呢 是幫NIC設計者 製作出電路來的 所以電路設計圖 是由NIC設計業者給的 下次給巴哥 給了台積電它的電路設計圖 然後呢 我再根據你的設計圖圖案 再根據我們家所使用的 曝光機曝光源 跑了光學的模擬方程式之後 把你的光照上的圖案 送去讓電腦做OPC修正 才會產生最後要畫在光照上的圖案 因為它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圖案不出來 才會是你客戶設計的結果 所以OPC是每家經營代用公司不同 它就會需要不同OPC 光源用的不同 也不需要不同OPC 所以這些OPC的DATA怎麼來的呢 就是由黃光工程師 你就要設計很多各種奇奇怪怪的圖案 然後呢 用你的曝光機 曝光光顯示完之後 產生怎樣的圖案做記錄 告訴電腦 一字型負出來長怎樣 七字型負出來長怎樣 七字型負出來長怎樣 十字型負出來長怎樣 角度不同的時候負出來長怎樣 角度不同的時候負出來長怎樣 讓電腦收集夠足夠的圖案之後 然後呢 再告訴它 如果今天要一個 訪不正正的 擁有一個圖案 那請問我的光照要怎麼變 才可以負出來這麼重要的形狀 這就變成 每家公司所使用的光學技術不同 電腦的OPC的參數就會不同 所以各家公司的OPC的參數 是會不一樣的 這非上他們家的資產 非上他們家的黃光資產 用的光組是什麼光組 用的光源是什麼光源 用的光的強度是什麼強度 甚至連製作光照的廠商 它的光照用的材料是什麼 你是我要用相對的光照 這些東西不一定考慮進來 等確定結果之後呢 你再發包給製造光照的廠商 根據OPC的圖案去畫光照 去把光照上的圖案刻成一樣的圖案 所以就刻成這樣的 像一個DT-Gaga 一個斧頭型的圖案 而它的目標是為了 製造光圖案變成 一個七字型的圖案圖案 這叫OPC OPC非常的重要 沒有OVC就不行 再來第三個 最好理解的就是什麼呢 靜韌式微移基礎 靜韌式微移基礎其實就是怎樣呢 在顯微鏡的附近跟架景之間呢 進入意義 這硬體通常是用水或油 基本上大根都是用水 因為要純化 過去的時候千萬不要有任何的炸質 不要被打到光 或是降低通常路 目的就是為了什麼呢 目的就是為了光在不同的界質裡面 地體裡面 它的波長會改變 因為它有一個N-Vector 四難野定律 N1-3C-1-N2-3C-1 我們記錯了 四難野定律是這樣 N值 N值會不想到波長 不同的N值會改變 N越大波長會越像 空氣的N是一番 這N 這N中國叫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折射幣嗎 折射幣嗎 折射幣 OK 所以你會發現到 如果今天你的光源的波長固定 那你只要N換這個疫情 只要把N值越大 它只要能夠純化 能夠很均勻純化 沒有氣泡產生 N值越大波長就越多 你就不需要買新的波動機 不需要買新的波動機 不需要買新的波動機 你只要生快體 這疫情只要你讓N值越大 你的N分之難感就會越像 你的氣息就會越高 所以禁輪式技術 之前講過 早就在用 早就在用 已經有非常多的時代 N就是折射率 而且這個Worg 就是引擎的折射率 是霧晶跟晶圓之間的折射率 那如果今天中間是空氣 沒有天氣體 那就是 那如果是水的話 DI8的就是1.46 就是1.16 那一旦通過這個之後呢 它也會引擎到你的景深 Dest of focus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景深跟解析度沒有辦法 重拾電腦 這是我們上次介紹的 因為他們的數學工資都差不多 景深要大的時候呢 景深要大 多長就要大 NA就要小 可是只要多長大 NA小 resolution就會變差 解析度就會變差 可是如果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話 你會看到N字在哪裡 N字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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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字在這裡的話 好 好 來 這數學方式 的結果 是 N N 如果越大 他 他 他減了他 所以他 這個字會消遇他 他減了他 五分證的數字 那N 越來越大 那就要看這個地方 是很大還是很小 如果他很接近 那他竟然很小 就剩他 N越大 這個就會越大 但是如果說他跟他 很接近 或者說他 也很小 是他 那你N字 一直在念 正就不太念 因為正 你還是屈屈於N 那這裡會屈屈屈 欸對耶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N很大 N很大 N會遠大於他 這可以甚至忽略掉 那這一下 N就會屈屈於 0 對不對 但N越大越屈屈於0 那這整個字就會越大 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 從這個關鍵是 如果找情端子去看 因為我們一般看趨勢 要我就是把他近似無限大 那我會近似於0 去看他的情緒 如果把N越來越大的話 是好還是不好 N越大 Depth or focus 會越大 情深越大 是好事 所以發現 靜論式技術 同時也可以 改善 景深 從數學上來看 所以 這次目前我們看到一個 同時改善 解析度又改善景深的做法 使用 使用 Immersion Mode的維銘 Immersion Mode的維銘技術 同時也可以改善景深 所以 進入系統的 Depth or focus 的改善 就叫PTA 所以你會看到 物件跟經驗之間 如果填充一米的話 景深反而增加了 景深反而增加了 那水主要是 在物件和經驗表面之前 所以 所以 你就知道 靜論式技術 是一個超級偉大的 法線 或發力 因為它竟然出現了一個 大家有可能認為 沒辦法 就是解 維銃式技術 靠靜論式技術 然後呢 接著 如果今天的波長固定 你用的是TI8的 那麼 什麼呢 那麼 光照 跟你的經緣 我看一下是什麼 什麼的間隙啊 空間間隙 關係曲線 改善因子 分五是空氣的時候 分 分子是 分子是 分子是在地體裡面 所以大量就是比較好 這個數字越大越好 景深越大越好 但是如果 跟光照 光照的間距 這指的是誰的間距 是附近跟 金平的間距 還是 對啊 這個寫的怪怪的 應該不是光照的間距 應該是這個的間距 應該是附近跟 近遠的間距 應該是附近跟 近遠的間距 當然 越遠的話 當然是越不好 越近當然會是越好 越近當然會越好 越近當然會越好 越遠的話 光 就容易散射了 光照散射其實 就會變差 所以這個當然是 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這就是 附光源的附近 這就是 近遠 然後中間呢 這個比較 很充滿的水泥 會有信號 再來介紹的是 多重圖外畫技術 多重圖外畫技術 它是什麼意思呢 呃 簡單的講 它應該是 簡單的講 它講的三種方法 唯一附畫 唯一時刻 或唯一時刻 唯一時刻 或者是自我 自對準的雙眼光畫技術 這三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來看 首先 第一吧 如果今天我要做得這麼密 我今天我的圖外 要怎麼這麼密 我們請問講 我們如果用一張光照 直接不這麼密 缺點是什麼 這個 寬度很密的話 兩邊的公園在打過來的時候 很容易在中間 產生建設性干涉 就需要使用 所謂的消費衣光照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裡出來呢 很簡單 我這個圖外 我分了兩次 曝光大道 我第一次曝光呢 指曝光這跟這跟 這跟這個 曝比較寬的 這是我第一次曝光 然後呢 曝光之後呢 我再做 曝光 就在頭上一次 再做第二次的曝光 那這樣的話 圖外跟圖外之間的距離 就會比較遠一點 因為圖外跟圖外之間的距離 如果太近的話 剛剛講過 圖外的繞色 會讓這個圖外 尺寸變得很像 所以用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什麼呢 圖外跟圖外之間離得遠一點 密度比較稀疏一點的話 密度比較稀疏一點的話 它的圖程度就比較好 所以它等於是分兩次曝光 再去時刻變成這樣子 所以變成這樣呢 一個很密的圖外 它不是一次打到 它不是一次用一張通照打到 它是分兩次 分兩張通照做成 但是這個會有缺點是什麼呢 你等於是對準過光 要鋪兩次對不對 對 多過一次就會有一個 對準的問題 它就會有可能會 一點點一點點 這樣子 就好像一個圖外 你在蓋章的時候 你一個印章都刻好兩個圖外蓋下去 那不管你蓋幾次 圖外一跟圖外二的距離 永遠是保持一樣 可是你圖外一跟圖外二分別 各有一個印章蓋 蓋的時候 總是會可能會有一點點誤差 這就是缺點 但是好處是什麼呢 這樣的話 圖外跟圖外之間 每一層的圖外的間距都比較大一點 解析度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這種做法 這就是要做什麼呢 這個做法就是 剛剛講的 曝光一次 然後呢把它印章回來 曝化回來 再重新再進一次回移系統 就是上公主 曝光 曝光 曝光協議 最後再實刻 所以它解釋兩次曝光 曝完工第一次 曝化它 然後再做第二次曝光完之後 再一次實刻 這是一種 那它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跟這做法一樣 只是更清潔一點 它更清潔一點 它直接分兩次 兩次實刻 它怎麼做呢 它怎麼做呢 它一樣 我先曝光完第一次 可是曝光完第一次呢 我光主 我就直接先實刻了 我就先實刻把黃色的先實刻出來 接著再曝光第二次 再實刻 再把綠色的實刻掉 之後就留下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光給綠色 然後接著呢 把藍色跟黃色來當作阻擋成 再做第三次實刻 就會實刻出 你最後要有同彎出來 最後要有同彎出來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我在上第一次曝光的時候 我就實刻 實刻完之後 第一次的光主就可以去除了 那接著再上第二次的光主 再做一次黃光 接著再實刻出來 一個材料 那這個綠色跟這個黃色 就是一個實刻阻擋的材料 我們稱之為哈馬斯克 哈馬斯克 定式阻擋成 或者是你可以想的 它就是取代光主 因為光主原本的目的就是當作所呢 實刻阻擋成 來 那怎樣呢 在實刻這個時候 光主拿來就一定要實刻 可是在這個地方你會看到 誰是實刻阻擋成 綠色才是實刻阻擋成 綠色才是實刻阻擋成 而綠色可能是個 晶電極 它可能是Nitron 可能是Arsign 看你使用什麼材料 它可能是一個絕緣成 一般是一個絕緣成 要嘛就是Arsign 要嘛就是Nitron 它就是取代光主 它就是取代光主 比如說第一次圖案化 不用說去除 再第二次圖案化 不用說去除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跟剛剛比較起來 我們的前一個做法是 什麼呢 覆完光一次就顯移 固化 然後再做 然後呢 再做第二次的覆光 那缺點是什麼 你在做第二次的覆光的時候 第二次覆光也是要做第二次的顯移 可是這個流下來的基層 它同時也會經過第二次的覆光 跟第二次的顯移 如果說你覆光的程度不夠好的話 它也沒有可能再一次的被刑移掉 因為它還是會再照到第二次的光 然後泡第二次的顯移機 所以這個圖案可能會有所損失 因為你第一次的覆光 這個是光主啊 就算你在什麼覆光 它的本質還是光主 而你第二次 這個第一次覆光結束 第二次又再殺一次光主 再做第二次的覆光 然後再一次的去顯移 那就等於是讓第一次的這個圖案 又再經過一次覆光 跟顯移的故事 那它 如果它的反應 你沒有完全覆光 它代表它還有一個覆光的反應的話 它還是有可能會局部容盡 也就是說這個第一道 它經過了兩次洗光主了 那它的圖案可能就會有點受損 所以使用第二種方法的話 它確保的是怎樣呢 至少不會 光主不會再受損 因為如果使用兩次覆光的話 它缺點就是 雖然說你只要 雖然就是只要覆化它 它不會容易光主 但是如果你覆化的程度 覆化的話 會怕會影響 不管是哪種 它們的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怕那個 它光罩之間 如果有部分存留 或是有部分位移的話 那這個誤差就會轉到洗衣裳 而且這誤差 萬一 我這兩個圖案 比較胖是比較瘦 就是分兩次做的 如果一個圖案 偏左一點 一個圖案偏右一點 哇 那是不是就等於是最慘的情況 你原本 這個圖案 一個印章一次完成 等一下分兩個圖案 一張 先蓋一個 再蓋一個 如果一個偏了 偏左邊一點 一個偏了右邊一點 那你反而這兩個距離 跟你設計的 就會差很多 所以它會有 萬間誤差 是什麼呢 它們就會有 這種圖案的移動 造成的誤差 其實這是對準誤差 就只是一種對準的誤差 所以它說這只能用在 非關鍵層的十字 講得有點像平衡 那什麼地方是 非關鍵層可以這樣做的 那還有第三種 第三種 你要不要再講一下 你要再講一下 看一下 第三種 SAP的做法 基本上學校 要做小指缺雲件 很多時間的時候 會使用這種做法 但是在公司業界 基本上 不太會使用這種做法 看一下 喔 這個就有機會 如果是正 如果是正統的做法 就有可能 好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後 來 接著來告訴他 告訴各位 我們剛才已經介紹了 什麼呢 雙重揮影技術 就是一個圖案 我們不是一次完成 我們分兩次完成 分兩次完成 分兩次完成 分別是用 都是使用光阻來當主導塵 跟什麼呢 跟使用絕緣指來當主導塵 我每圍影一次 我就實刻一次 然後就把光阻去掉 再圍影第二次 再實刻第二次 來實刻出整個圖案 這是這兩種的差別 一個是全部都使用光阻來當主導塵 一個是用界點指來當主導塵 一個是用界點指來當主導塵 所以我來介紹什麼叫做SADD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謝謝